那我請教一下明杰 剛剛講到的是美中的電動車產業之爭 那另外一個 這一個美中之爭是太空之爭 事實上這一個 馬斯克的這一個太空相關的計畫 也確實引領全世界的發展 那在美國NASA的毅力號 昨天正式登陸火星成功 對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這個毅力號 無人探測器 他還是拔的頭籌 還是領先剛剛談到馬斯克 他未來的這個載人的這個火星計畫 那11號的火星探測器 其實如果大家有印象 其實我們在去年7月的時候 也曾經講過這個新聞 他去年30號成功的這一個升空進入 然後一路往這個火星的方向飛行 那中間航行的將近7個月之長的時間 那在這個18號 2月18號的進入火星軌道 然後開始準備降落火星 那在19號成功降落火星 這過程中 其實外界最關注的包含NASA本身 當然就是這一個最關鍵的 叫做恐怖七分鐘 因為從火星的軌道 要這個成功降落 這個火星的一個地表來講 這過程這七分鐘 他的一個下降速度 時速高達大概將近1.9萬公里 時速1.9萬公里 換算成這一個因素 大概十幾倍的因素 那其實類似一個這個洲際飛彈下降的一個高速 那這過程中當然他的一個隔熱罩要能夠耐得住超過一千三百度攝氏的高溫 那這過程中要操控也非常的困難 所以中間事實上NASA在跟這一個毅力號這個通訊的過程中 一度還斷連 所以本來還擔心說是不是已經墜毀 但是後來發現說成功的順利降落 他在火星表面有一個叫J-Zero一個隕石坑 那他這過程也非常特殊 他啟用了一個這個叫做這個天空的起重機 也就是說這一個火星的這一個所謂這個無人探測器 他本身分兩個兩段 我們畫面上如果看到這有一個上面有一個起重機 用吊掛的方式 再把這一個毅力號 他的一個探測器再吊掛慢慢的減速 然後平緩的放在這個火星的表面上面 那這次更特殊的是說毅力號相較於 其實他是第三架 這個無人火星探測器 前面還有好奇號洞察號 他這相較前面兩個 而他更先進的是說他上面還配備了一架叫機制號 非常小小型的無人直升機 這個無人直升機未來 就會在這個火星的地秒直接用飛行的方式 那目的當然要去搜尋 尋找是不是這個大家一直觀察很久 是不是火星有所謂的生命跡象 甚至是不是有火星人 那當然其實這背後 其實有很重要的戰略意涵 就是火星其實是不是有重要的太空礦產 這個可能才是美國 為什麼這個炸大錢不斷的在所謂進行火星計畫 這樣的一個主要原因 那相較於這一個軍事上 國防上的用途 我們剛剛講到馬斯克 馬斯克他的這個想法 他要登陸火星 他是想要在火星打造一個所謂的移民城市 他的目的是希望能夠讓人類的這一個生命 能夠在火星也獲得延續 那同時我們看到這個馬斯克 他當時他提出的一個火星太空的一個旅遊行程 基本上單趟來講要六個月 那後來NASA現在有更新的 他採取核動力的一個發動機來講 他可以縮短成三個月 那這一次來說 你看飛了七個月成功的一個登陸火星 那過去來講 基本上包含像蘇聯 包含像很多國家 中國也好 中國前任 其實上去年 在同時間比這一個美國NASA更早發射 早個大概一個星期的時間 他的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 無人探測器也這一個升空 不過目前來講 他本來預定二月十一號要進入火星軌道 不過目前沒有看到有任何的訊息出來 中間是不是有任何的意外發生 我們不知道 那他本來他是比較慢 他要繞火星軌道 預計是五月才要著陸 但是不管怎麼樣 目前來講 美國是唯一用探測器 能夠成功登陸火星的國家 所以在太空的基礎上 他絕對還是完完遙遙領先 不管是俄羅斯或者是這個中國 那這樣我們剛剛談到就是說 這個火星探測除了要找所謂的火星人 其他的生命跡象之外 重要的一個太空礦產的一個探勘 也是他背後的目的 那事實上近期我們看到 有傳出說這個習近平打算要 打出所謂的稀土牌 是不是有可能用這樣的方式 來影響這個美軍的一個武器生產 那甚至有這個不同的媒體 就報導出來說F-35逆中戰機 因為可能中國開始要限制稀土出口給美國 那導致他已經暫停所謂的全量生產 那這部分我們分兩個地方講 第一個就是說所謂的太空礦產 當然因為目前來講 所謂的稀土 稀土基本上他就是17種比較罕見的化學元素 像譬如說泰亞這些用於高科技武器上面 包含像感測器雷達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因素 那過去來講1980年以前本來美國是全球大最大的一個 稀土的這一個生產國 到後來因為這一個慢慢的把他的這個出產的礦產移到出口 到中國去進行淨煉 那中國自己本身大概占全球37%的一個產量來說 他後來慢慢慢慢變成是一個全球最大的一個 稀土的一個產量國 那現在變成說美國後來在1980年之後很多的一個 稀土的一個依賴都80%是依賴從中國進口 所以現在外界也擔心說有沒有可能這個稀土的礦產 被中國所掌控之後 美國受到影響跟打擊 那我剛剛講太空的礦產的部分 當然川普政府任內其實已經秘密簽了一份 在太空要進行所謂的探勘 或者是開採所謂的稀土礦石的一個文件 所以也鼓勵美國的太空部門積極的在這個太空中 尋找不同的星球有類似稀土的 是不是有替代的方案 所以這個也是要避免這個遭到中國壟斷 稀土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在這一個自己這個國際的部分 基本上來講美國他自己本身的替代能源 他自己加州的這個稀土礦場 從去年二零二零年也開始重新啟動 同時包含他尋求國際的澳洲也好 還有像非洲馬拉威都有相對相對的這個替代的來源 不過這個部分還涉及到近期 我們外界觀察到說這個在東南亞 包含像這個緬甸的軍事政變 怎麼會跟稀土也扯上關係 原來背後除了地緣政治的角力 中國的把政治的無形的手深入影響之外 背後也是一個戰略物資的一個角力 特別是緬甸其實如果依照美國的這個礦物局 他公佈了一個相關的一個出口報告來講 緬甸的一個產量來說 他還佔了全球百分之十的產量 所以我們外界不知道說原來緬甸手中握有這麼重要的一個戰略物資 所以讓美中在這個地方都加大力道 要準備搶奪這一塊 就是說避免被對方所控制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所謂的稀土牌 到底會不會真正出手 其實美國的F35戰機 這個部分其實在去年來講 他年產已經高達一百二三架 但是的確五角大廈先前有宣布暫停全量生產 但是是不是跟稀土的獲得來源有關其實不進來 因為他主要是有一個戰鬥模擬系統的研發 因為疫情受到阻礙 那現在其實他講他全球已經交際六百架 他未來還有三千兩百架的訂單 一年生產一百架 其實你看要排二三十年 那全量生產 他希望能夠提高到兩百架到三百架 這個部分是不是受稀土影響 有待觀察 不過如果稀土排習近平真的要出手 其實你看二零一九年的六月 他就到江西的稀土工廠去視察 是當時就外界認為說中國要準備對付美國 用稀土的方式 但是最後沒有出手 原因是什麼 其實連這個中國的英派報紙環球時報 這個總編輯胡錫進這兩天都講 他說其實稀土排對美國其實效果很有限 並沒有太大的效用 所以如果真的關鍵時期 對付川普的時候都沒有出手 現在拜登都上任之後 這時候拿稀土排來對抗美國 恐怕只會讓中美關係更加回不去 好 我們稍後回來